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这是我们实用试经学的第一讲 实用试经学又可以称为是有用的试经学 或者有益的试经学 如果一个课程的题目让人感觉到很疑惑的话 这文课肯定让人感觉到很沮丧 试经学Hermeneutics这个词呢 让人很困惑 我是听了很多遍之后才知道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 我一直之前有这个印象 就是试经学这个词是 对那些在神学院里面的人 懂希腊文啊 希伯来文的这些人来说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本来想把这文课的题目定做是 大众试经学 人人试经学 因为本来试经学就是针对大众的 针对每一个人的 它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比较高大上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 一个定义我读到的是这样说 圣经试经学是关于研究如何来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的课程 听起来并不是那么难对不对 就是换句话说 圣经试经学是关于研究 怎样来读圣经的一门学问 你想研究怎么样更好的来读圣经吗 我想 所以我希望通过本课程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怎样能够更好的理解圣经 研究圣经 然后呢 怎样更好的把这学到的知识实践在我们和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人的生活中 但是我把这一系列的讲座的题目定定为有意的试经学是因为当我们来谈论原则和方法就是来怎样来解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变得非常的学术化理论化 把我们的斗脑变得很大 但是把我们的心放在一边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试经学只有它是有意义的时候 它才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试经学 我们学习试经学的目的最终是要按照我们所学到的圣经里面的话语 给我们的信心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今天的课程我们主要是来学习一个介绍性的内容 可能在里面你会找到很多很熟悉的内容 但是我想呢通过这次学习我们为将来的课程做一个很好的基础 哪个人可以给我一张刚才发的单张吗 好谢谢 那我们要谈论我们的经文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从我们的圣经经文开始 提摩泰后书二章十五节是我们开始的经文 经文一开始就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说竭力是一个命令性的词语 对不对 它的对象是什么呢 它的对象是你 那我知道你会说啊 这一卷书是保罗 他写给一个年轻的牧师提摩泰的 对不对 是的 如果你想要逃避这个责任的话 你可以你会说啊 只要牧师 牧师应当在神面前竭力的 蒙神的喜悦啊 我们一般的基督就不用了 我觉得没有多少我们的基督徒信徒在这里 相信这个解释 对不对 简接着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在神面前竭力呢 当别人命令你做什么事情 然后又告诉你这么的原因的时候 你觉得是不是很不错呢 我们竭力的原因是要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 而不是要得人的喜悦 也不是让我们成为一颗知识非常怨博的人 而是要得神的喜悦 换句话说呢 如果你不竭力的话呢 你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竭力 也就没有得神的喜悦 然后说什么呢 说做无愧的工人 一个工人 一个做工的人 一个努力去做工的人 那一个努力做工的人就 没有愧疚对不对 不应该感到羞耻 同样的 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做这样一个工人 如果我们不竭力做工的话 就怎么样呢 就有愧于神 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呢 应该竭力 竭力在神面前呢 才能得他的喜悦 竭力呢 才能做无愧的工人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最后说 按照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我不知道你现在 你的头脑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的头脑中的 这样一个场景就是 我会想到一个厨师 或者是一个外科手术师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 动过手术哈 但如果你动过手术的话 我相信你肯定 想要你的手术师来 把你的生病的部位来分解的 很正确 对不对 而不是分解的错误 对不对 当他们来 割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不需要的地方割掉 把坏的东西呢 放在体外 而且最后缝合的时候 不会把任何的纱布 或者其他的手术啊 缝在体内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当我们来读神的话 来分解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想要神的话 能够分解的很正确 对我来说呢 就是 它意味着 如果我们来分解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分解的不正确 不按照正义分解 对不对 有没有人这么做呢 不按正义分解呢 当然有了 就在不久前 在我家的门前呢 有一对基督徒朋友 他们穿着呢 非常得体 他们就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 神的话 在这里 讲者的意思是指 耶和华见证人的人 来向他们家 来传他们的所谓的福音 这些人呢 并没有按照圣经里面 所讲的耶稣来传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即便是 不是有人 他故意来传这一个异端呢 但是呢 他仍然可能会 不能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 那如果这个人是在 一个讲解圣经 或者一个传福音的位置上的话 那就更危险 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弟兄们 我们不要都做教师 就是说我们 这些做教师来教别人的人呢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责任 所以不管你是 孩子们的老师 或者是一个妻子的丈夫 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的话 确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作者在这里说 竭力 我们要竭力 要努力 并不是来 轻轻松松的来 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还是要竭力 努力去做 我们并不是 很轻轻松的 翻一翻书跟看小说一样 很快的来 看过去了 还是要努力的来 学习来分解 有时候 我们感觉是说 我们努力来 学习 来通过考试 我们在这个 花这个 在通过考试上面 心思比我们读圣经上面 学习圣经的心思要更多 时间努力更多 我们学习通过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一会站起来 走走 然后清醒一下 喝咖啡 然后熬夜 等等 然后我们要为了取得学位等等 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往往第一次感觉到 哎呀 我们困了之后就停下来了 这里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说 你当竭力 所以才能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所以你才能做无愧的工人 所以你才能按照正义分解 在这一句发生深省的经文 我们来想一想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人们通常不想研究圣经 大家可以给我提供一些 你们自己的想法意见 第一个 好的 好 这位弟兄他说 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开始 或者说怎么样来学习 然后呢 我们就以此为借口 我们就不学习了 对 往往就是不知道从哪开始 然后感觉 这可能要做得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放弃 好 这位弟兄 这位弟兄说 好 他说 我已经知道了呀 我已经学过了呀 那我就不用再学了 我也学过了 好 下一位 这位弟兄说 是优先次序问题 对 就是说 对 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做这做那 最后做到最后说 你看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学圣经了 你看 上神他理解 我没有时间了 那就算了 好 这位姊妹 他的理由是 我们 这个圣经太难了 我理解不了 就算了嘛 或者是我自己不读 因为我读不懂 懂不了 然后我就读别人写的关于圣经的书吧 这一点非常好 我准备这一 讲课这一系列的材料呢 Hendrix先生 他的书里面呢 他就提到很好一个故事 说 有一个人呢 他为了去参加一个圣经大会 他甚至驱车好几千英里啊 上千英里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别人说 哇 这么远 为什么来 开着这么远来参加这个会议 他说啊 我是来要为了 在神的话以下 或者说来听到神的话 那听起来表面好像是 这个理由很好 但是谢谢 如果你只是为了来听神的话的话 那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听到神的话呢 我们再稍微把我们刚才的这一点稍微再扩充一点 或者再稍微拉伸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在神的话以下 如果你要听到神的话 你是不是就必须要听别人的讲道来听神的话呢 还是你自己可以进入到神的话 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大家看我给大家发的这些单章里面呢 我提到好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priority 就是这个优先次序问题 我们不把读经 学习圣经放在优先的次序没有时间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技术层面的 我读不懂 不知道怎么读 不知道怎么开始 有的人可能是由于无法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 读完之后说 我觉得这个对我没有任何作用 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价值 有的人呢是出于恐惧 那他会说啊 你看这个大牧师 或者那个大牧师 他们要他们会讲圣经啊 讲的这么好 这个懂 那个懂啊 我怎么行啊 出于先别的恐惧 他说说啊 你如果你要来研究圣经 你要来解释圣经的话 你要懂这个 你要懂那个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呢 人们可能会开始试一下 结果试完之后发现 哦 好难 然后就停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我们会经常受挫 但是呢 我们这个驱动力 动力很重要啊 如果你要想要被神所喜悦 那你就要来做神 让你做事情 那所以我们看我们中间 有人在机械方面 有人在他自己本日工作 有人在这个医学方面 有人在其他各方面 做出了很不错的贡献 很不错的 结束的成就呢 同样的读圣经也这样 如果你要想成就一些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需要就付出 花一些时间精力啊 对不对 反而是这件事情不容易做成 它有难度 反而能够成为 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和动力 对不对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做了 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反正啊 这个很难懂啊 不知道怎么读 这个不应该成为 我们不读圣经的一个理由 一个年轻人也许可能对 一个姊妹 一位女士感兴趣 那他会不会很轻易就说 啊 他很难让我懂啊 然后他就放弃了 对不对 那不是这样 如果这个年轻人很聪明 然后这个 嗯 女士这个姊妹也有 特别真的有魅力 就值得去追求 那他 就要去 努力去懂他 对不对 我们爱上帝 是不是爱到那个 让我们 即便要花时间 花精力 去做 啊 也值得 感觉也为他 这样做而值得 这种程度了呢 有时候是因为 无聊的原因 感觉着无聊 啊 不管是出于 之前这段圣经啊 我读过 我熟悉 我知道 还是说 嗯 其他的 嗯 对经文不感兴趣 等等这原因呢 就感觉很无聊 就把它给放弃了 好 我们现在大家讨论了 我们生活中实际的 我们不想读圣经 不想自己去研究 学习圣经的 一些原因 那 啊 我们刚才也读了 为什么我们 啊 那就是 神对我们的命令 要去研究圣经 那 除了这个命令之外 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神对我们还有其他什么话语 神对我们还有其他一些 鼓励什么 其他的原因 我们需要读圣经 先翻到 啊 彼得 前书第二章 里面告诉我们说 就要 爱慕那 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 所以呢 我们学习圣经的 另外一个目的是 我们想要成长 灵里面成长 我们不想要一直做婴孩 不想要做巨婴 对不对 呃身量很大 但是 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 不懂事 我们不想要这样 然后说什么 说叫你们因此建长 呃我们 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我们 不来吃那灵奶 不来度身的话的话 我们就不长 而且呢 在刚开始有说 说要爱慕 爱慕就是那种 很深的爱 对不对 那小孩子他 我们可以说 很爱慕奶 或者吃妈妈的奶 那啊 小孩子如果他想吃奶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 就是哪怕房子都着火了 他才不管 他要吃奶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吃 呃 如果他不得到奶瓶 那他就一定会哭 所以呢 你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达到像小孩子 一定要吃奶那种程度呢 就不管今天有多忙 今天这个天 这一天 我的生活有多糟糕 啊 我的电话 想了多少遍 我的这个电子邮件 有进来多少风 啊 我今天如果没度尽的话 我就不满足 有没有 我们爱慕神的话 我们有没有 爱慕到这种程度 有没有这样去做 那我们回来又看到 这样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爱慕到 纯情的领带 然后怎么样呢 叫我们怎么样呢 因此见长 不是叫我们 知识增多 不是叫我们 特别有学问 而是让我们 成长长大 所以 我们看到 在有一些神学院 圣经学院 或者是甚至一些教会里面 啊 我们来学习圣经 啊 我们 好 我们大家这样可以学习 我们就可以 多多懂得神 我们什么都知道 然后可以比 另外那个 谁谁 他更了解 因为他好像什么都了解 或者说我们在跟谁谁谁 吵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 吵得过他 我们可以说过他 所以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来 知道更多 而是让我们来 渐渐长大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在 希伯来书的 第五章 希伯来书 第五章 第十一节 我们大家翻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希伯来书 第五章 第十一节开始 论到 麦迪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 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 圣言 神圣言小学的 开端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 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 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这一段圣经呢 内容非常多 很多的内容 都在里面 但是我们看得 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我们学习圣经 可以成长 第二点是 我们自己要学习圣经 可以对装备 还有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提到了两点 有两点呢 特别的重要 特别的关键 对我们来做装备 特别的关键 这两点是必须的 来让我们来装备 那两点呢 我不想直接告诉你 那让我从第十一节 到第十四节再读一遍 读的时候呢 你自己来 想自己来找 看你能不能 找出这两点 是做我们来装备的前提 论到麦迹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海底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 开端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洗脸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在这一段里面 有两点 是我们来 做装备的前提 那两点 还可以讨论一下 好 我看到 你说是这个明白 是吧 要好 就是成熟 很好 那另外就是能够分辨好歹 就是知道做什么不做 好 那好 另外 好 这个弟兄说 要听 就是要听神的话 这个听的不是简单用耳朵听 而是也听到 或者听进去 听到这个心里面 好 这个弟兄说的也很好 好 那我们来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熟 成熟这个词 我们看到 刚开始说 我们有好些话 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也就是说 这个作者呢 已经不是对这些刚出信的基督讲 作者呢 是对 成熟的 应该是看起来成熟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 信主一段时间之后的基督讲的 说你们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做师傅的 经过这段时间 你们应该要做师傅 但是呢 你们还是不能做师傅 还得要把最开始的开端的东西教导你们 好 所以 第一点我们看到呢 就是 准备 就是预备 就是没有准备好 你们本应该来做老师了 做师傅呢 谁知道呢 还是要做学生 还要别人来教导你们开端的知识 所以呢 就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准备好 然后第二点呢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第十四节里面 说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 基督徒或者一个人 他怎么样能够分辨好歹呢 他怎么样能够做到 有分辨好歹的能力呢 从前面这半节就看出来说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也就是说他们要 心窍要练习 就是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已经学到的东西呢 要在他们的心里面 要在实际生活中 得到练习才能通达 才能明白 然后呢 就能够分辨好歹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两点 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来装备 得到装备 第一 是他要经过一段时间 第二是他要得到练习 所以这两点呢 都来帮助我们能够成 所以呢 能够能够来得到装备呢 这两点 第一是我们要 这个人要经过一段时间 第二点呢 是他要得到一些练习 当一个人刚刚进入教会 或者刚刚进入施工的时候 他要让他做一段时间的工作 要让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来做更多的神的工作 虽然可能有的人讲到很有能力 虽然可能有的人 知识非常渊博 但是呢 仍然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让他来做师傅 第二点呢 就是要练习 同样的 要让他做不同的事情 来让他来得到锻炼 然后呢 他就可以参与教会更多的侍奉 这就是这个人 他得到了装备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谈到这个人 他要来被装备 装备之后 要来 他来做什么呢 这个装备 装备是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回到这个 11到14节里面 这个装备之后 这个作者想要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们能应该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作者希望他们能够 来成为师傅 能够来讲解 讲解圣经 注意这个地方 作者并不是对提摩太 或者提多而说的事 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 也就是说 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都应该成为师傅 我们都应该明白 怎么样来教导别人 这一点可以在第十二节 很清楚看到说 本应该做师傅 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完全 我就可以来期待你成为师傅 这是你应当成为的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 那在这一段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 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点 作者想要这些基督徒 这些已经成为基督徒 一些年的这些人让他们能够长成的 让他们能够成为的呢 对 对 这位姊妹说的很好 就是能分辨好歹 就是你们不仅能够不必吃奶 然后可以吃干粮了 那而且呢 现在呢 能怎么样呢 能分辨好歹 第二点就是能够分辨好歹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分辨好歹 就是他们的心呢 就开始 我们说开窍了 就像小孩子一样 小的时候呢 他们不能分辨好歹 长大以后呢 肯定能分辨好歹 小孩子他不能分辨 什么是一个奥利奥 加心饼干 什么是一个毒药丸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对小孩子格外加保护 对不对 因为呢 小孩子呢 他在小的时候 他是怎么来学习呢 基本上是通过靠吃 靠尝 对不对 这什么东西 他们看到了 他们不认识 想要知道这是什么 放到嘴里面尝尝 这就是他们来认识事情 来认识新东西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作为baby 就是婴孩的基督徒呢 也是这样 那不管什么呢 他们没有分辨好的能力 要去就要去吃 就要去尝 就要去接受 所以呢 如果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之后呢 就能够分辨好歹 所以呢 通过时间的推移 通过你使用神给你的这些 属灵的嗅觉功能呢 来不断的锻炼 来训练 慢慢的成长之后 你就可以洗电的通达之后 就有分辨好的能力 假设你已经做了一份工作 做了很多年 不论你是开车的 还是送货的 还是说在参考里面工作 还是做老师 还是开地铁等等呢 假如说你在工作了N年之后呢 你的水平还是跟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一样的 结果我怎么样呢 对大家好以为都同意说 那肯定要被炒鱿鱼啊 同样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很多年之后的基督徒 如果跟第一天信主的基督徒还是一样的 对圣经对这个神 对神的话的理解还是一样的 岂不是也是不可接受的吗 很多年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呢 经过你自己的锻炼 鼠灵的一些训练 鼠灵的增长 你对鼠灵知识的这个见解的增长 分辨能力增长等等 你应该怎么样呢 你已经受过装备 你应该成为师傅 应该来教导别人了 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自立行间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读出来 马上就可以想象到 作者其实是有一种 比较深的一种失望的感觉 在自立行间里面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进行 我们来进行装备 接受装备呢 当然是可以来造就别人 可以来教导别人 但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自己来接受装备 对不对 来成为可以吃干粮的人 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 这一字我做的贝克的 这本参考书的作者Hendrix 他的一句经典的话 他说 在这个鼠灵的领域里面呢 这个无知的这个词的反义词 不是知识 不是有知 不是能力 而是顺服 在这个学术领域呢 无知的反义词 就是有知识 学是渊博 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一个 不是一个轻翘翘的大脑 幸福的大脑 那你就是一个 沉甸甸的一个 有分量 有知识的大脑 在鼠灵的领域里面呢 我们重点关心的 不是说你知道什么 而是你行了什么 大家想想 关于耶稣 他的比喻 大家回想一下 在登山保训之后 耶稣说的话 在登山保训之后 耶稣说 如果听到我的话 去行的人呢 他们就像是一个 聪明的人建在房子 在石头地上等等 在这里 耶稣说的是 如果听到我的话 你有理解的人呢 还是说听到我的话 有思想的人呢 还是说听到我的话 去行的人 对不对 而且经常在 耶稣他的讲论之后呢 他是不是会说出 这样一句话说 如果你爱我就遵行我的命令 爱我的就遵行我的命令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另外一个 提摩泰后书三章 这个也是当我提到 神的命 要求我们来努力 学习神的话 这个话题的时候 大家经常应该 能够想到的 一注经文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提摩泰后书第三章 十六十七节说 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的 教书 真的认得 以完全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所以在这里 提摩泰后书三章 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 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所必须的 是至关重要的 在第十六节里面说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的 那在这里 我们从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说 是对人服事 有意呢 从这两节经文里面 我们从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这一点呢 对 这位弟兄说的好 说 在第十七节里面 看到说 教属生的人呢 完全得以行 各样的善事 那非常重要 我们去为神做各样的好事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 我们是 是完全的 我在服事的时候 对不对 好 那大家再 思考一下 就是在我的这个 做的这个大标题 我的提线里面呢 我把它放在第三点 很重要 我把它放在第三点 就是放在我们第一点是 彼得 前书 的那段经文 我们要来 通过神的话 来增长 来提高 让它长大 然后跟 西伯来书 就是我们通过神的话 来装备 这两点之后 这是第三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 这第十六时期 两节经文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 对前面两节的总结 或者都提到了呢 首先我们看来 长大 成长 或者说是 能够在 鼠邻里面的成长 能不能找到 对 完全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完全 那他肯定是已经 成长了 已经增长了 他就得以完全 就是说 如果神的话 对于这些 这些还有这些 都是有益的 然后呢 能够叫鼠身的人 得完全的 那肯定是 这个人在增长 在成长 对不对 预备 新各样的善事 这个预备在这 对不对 预备就是装备啊 对不对 预备 而且在 这个英文里面呢 这个预备前面呢 有一个定语 或者一个形容词 就是完全 非常完备的预备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装备啊 而且这两个 两点紧紧接在一起 前面是 让人的完全 然后后来就接着 完全说 马上说预备 装备人来 做各样的 属神的善事 所以完全 预备 然后行各样善事 紧紧连在一起 所以呢 我在这里 我几乎就要说 成长跟装备 跟服事 这三点是紧密相连 在这里 大家就看到了 成长 还有装备 对吧 大家记得 我之前说过 装备什么呢 装备就是 你用你已经有的知识 来学习更多的知识 所以呢 当你在服事的时候 怎么样 你用你已经学到的知识 来 来做工 然后你呢 做工的同时呢 你就成长 成长的同时呢 你就被装备 你就不 然后同时 在继续学习 你就被装备 所以这个 怎么样呢 这就像一个 螺旋的循环 就像我给你们的 这些单章里面 写的是不停的 在螺旋式的发展 在增长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 在单章里面看到 叫做成胜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用你学到的知识 你来服事 完了以后呢 你在服事过程中 你对你学到的 但是还以前没有体验过的 这些你在服事中 有机会可以来体会 可以体验来进身 然后呢 再用你学到的更多的呢 你来教导别人 然后呢 你教导别人同时呢 你又在服事 又在学习新的 所以呢 你就不停地来 在成长成长成长 这也就体现出来 这个学习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 那你就这中间去了一会儿 你无法成长 对不对 或者呢 你学了 但是呢 你不服事 那你也同时也 缺了这样一个 很好的服事的机会 也就 也就不能 很好的成长 这也就是我们在单章里面 提到的成长 和不停地装备自己呢 提升呢 来帮助服事 那服事呢 又反过来 来要求我们 来学习 来成长和进行 所以呢 我不希望我们 中间任何人 给我们找这个 说啊 我 你看 我不是那种 那天天读书 那种基督徒 我不需要学习 神的话 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那个经文里面 怎么说呢 说 能使我们 得以完全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 大家都要来学习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进入到这个 这个循环里面 不停地成长 得以完全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讲 那 下一点呢 就是我命名为 一个愉快的 而且是独立的 发现的 这样一个 很令人开心的事情 那你想想啊 大家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这小孩子突然有一天 跑到你 面前说 啊 妈妈 妈妈 你快看 我做成了这个 然后 他自己啊 就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他把不同的 事情 不同地方 不同零件 拼在一块了 啊 他竟然可以在一起工作 哇 开心的不得了啊 这个就是 我们独立的 然后来学习 来发现最后的 你可以享受到 这样一个愉悦 那这样一个时刻 对他来说 是特别的宝贵 对我们也是一样呀 我们查经 我们自己来学习的时候 最后我们发现 圣经的真理 哇 真的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中眼睛就被打开了 那 圣经里面怎么说呢 诗篇 一一九 第十八节 求你开我的眼睛 说我看出你律法的奇面 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祷告呢 求你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 我以前没有看到 那怕是别人已经看到 他们都知道 我还不知道 或者是 我 那个 我祷告 我不想要读 或者不想要 看说 哎呀 别人 这个 或者那个是专家 怎么讲 我想 主啊 带领我自己 我想要看到 不仅是我们自己 可以让这祷告 那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你若尝过 主恩的作为经验 便知道它是甘甜 又说过 啊 主的话就像 风防下地的蜜 一样甘甜 甚至比内更要甘甜 所以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最近 在读经的过程中 没有这种感觉的话 如果 我告诉你啊 你真正 现在认真来学习神的话 读神的话 研究神的话 你一定能得到 这样的时刻 我告诉你 甚至呢 就你们复习两个 一家 你有一个人 这样认真来学习圣经 那 如果是发现这样的 这个圣经里面 宝藏之后呢 肯定把另外一个人叫醒 的话是早上四点钟 哎 亲爱亲爱亲爱的 快看快看 我发现了 这真是这么讲的呀 啊 这么好 也许不用是早上四点 但是呢 如果你之前是 很不愿意跟别人 讨论圣经 谈福音的人呢 那你 也会有 这样一个改观改变 好 下一点什么呢 下一点是 就是这个 来自神职的启示的 这样一个信心 在一副色书 四章十四节里面 就说到说 我们不应该 随着异教之风呢 飘来飘去 所以 如果我装备的很好的话 即便那些 他们穿着非常得体的 那些耶和华 见证人的那些人 他们所谓的 传福音的人 来到我家面前 给我来讲明 说耶稣是怎么样 怎么样 完全曲解圣经 讲的是错误的教义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被他们所吓到 不会被他们所惊动 我因为为什么呢 我直接 我就拿着圣经啊 我不是去来读别人 我不是去来读别人 某个人告诉我 说神或耶稣是什么样的 我直接有圣经告诉我 是耶稣 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会被 某些电视台里面的 那些成功神学的那些 大的所谓的演讲家 或者是牧师来 摇动我的信心 所以这样呢 即便我的环境变糟糕了 我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我不会因着 他们这些错误的教义 而摇摆我的信心 那下一点呢 就是个人关系的贴近 我们去看这个诗篇42篇一节 诗篇42篇一节里面怎么说呢 说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细水 在这里面呢 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 特别美好的图画 它和神的关系特别的近 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的关系 贴近的关系 必须是个人的关系 对不对 我很喜欢 我很爱我的妻子 那我就肯定不满足于 我和妻子间的交流 必须是要通过人来传话 对不对 我不会被另外一个人说 好 你去告诉我妻子Bethany 我想对她说这个 然后 回来告诉我 她跟我说了什么 我更不会满足于说 我今天太忙了 没空见我的太太 这样 你去看看我太太今天穿什么 然后化什么装 描什么口红 回来告诉我 我想要看到她自己 我想要自己看到我的太太 对不对 我们跟神的关系 同样也是一样的 我们想要亲自的来 知道神对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亲自来贴近她的心 跟她有直接的交流 所以我们到现在呢 我们看了很多 就是说神对我们的 这个要学习的这样一个要求 各个方面 我们都这个学习了一番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 这个神的这个要求呢 不是一个很难的 也不是一个很坏的要求 是很好的 很美好的要求 对我们要好处的要求 所以下次呢 我们就会具体谈论 一个我们这一系列的 叫做有益的 或者有助的试经学 其中的一种方法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 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下次会讨论 但是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课端 可以为我们介绍很多的 有关的很多 我们可以很有益的方法来学习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对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的 一个介绍 我们的第一次讲课 谢谢大家